年轻时候的梦想 今天周末就别做早餐了 我们出去吃点早餐 辛苦小偷爸爸了 顺便帮我买一本最新的时尚杂志 好嘞 没问题 委屈妈妈 你怎么了 快看 这里面有时装模特比赛的通知 什么 你要参加模特比赛 怎么了 不行吗 当一个时装模特可是我年轻时的梦想 而且你们看 这是妈妈时装模特比赛 正适合我 我支持委屈妈妈 那我也支持你参加实现梦想 好吗 好了 我的也摆好了 委屈妈妈要走直线 对 不能出来的 放心 我会走得很直的 没事 熟灯生巧 慢慢就好了 好 完美 现在开始搭配辣麻石桌了 好 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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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完美 完美 已经把录像传到组委会了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见的 老天保佑 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 怎么还没有消息呢 怎么还没有消息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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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不买房 以后不要再打来了 我来 好 Lu 我来 啊 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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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接到组委会的电话了 怎么说 我通过评选了 而且他们还邀请我去当职业妈妈模特 什么叫职业妈妈模特 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要去演出 委屈妈妈要是真的做了职业模特 是不是天天都不在家 谁管我们 对 我们这下连热饭都吃不上 我不想让妈妈走 那我们可以 我的高跟鞋呢 大头儿子 看到妈妈的高跟鞋了吗 我 委屈妈妈别走 家里不能没有妈妈 好好的哭什么 大头儿子是怕你当了职业模特 就没时间陪我们俩了 我没说去当模特 那你现在 我只是和云斗妈妈约好了去逛商场 你不是去做职业妈妈模特吗 那个呀 我已经回绝他们了 那不是妈妈的梦想吗 对呀 那是妈妈的梦想 不过那是年轻时候的梦想 现在我的梦想已经变了 那委屈妈妈 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最棒的妈妈 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他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做到了 可爱的宠物 帅哥哥 出什么事了 怎么不高兴 最近店里的生意实在是不好 都没人喜欢小动物了 我喜欢 我跟我的米花关系特别好 要是有更多像你这样喜欢小动物的人就好了 我也喜欢小动物 我们可以进去跟小动物们玩吗 帅哥哥 可以 反正也没客人 请进吧 好了 不要叫了 都安静一点 不好 不能出去 快回来 别跑 小帅 快管管你家的狗 快来 包子钱都找你家了 我脱不开身啊 原花肠小鸣 毛茸茸汤圆 轮到我们出场了 请把所有的小狗都带回储物店 没有 customers łą真的 真的想要 ey 对 Ter 我想说 啊 知道 winning 猩猩的天鹿 好 什么 Ollie 有什么 我们不肯 大家开始 干涂 我们的小地 吃东西 把包子 小动物们 是我们不好 我保证我们会好好训练小动物 保证以后不会捣乱的 大头 这样行吗 没问题 等我们训练好了 可以举行一场动物大会 让大家看看小动物们有多可爱 就不会生气了 给 再见 再见 这个小兔子还真够可爱的 大头儿子 你从哪弄来的 我们跟帅哥哥约好一人训练一个小动物 过几天就要举行动物大会了 给我抱抱 小兔子 可爱的小兔子你别怕 下来吧 下来我接着你 小兔乖乖 还得下来 小兔子 这是你最爱吃的胡萝卜 你下来我就给你吃好不好 大头儿子 小兔爸爸 你们两个又在家里给我捣乱 小兔子 别怕 我来救你 小兔子 别急 你看着他 我去拿剪刀 来 吃吧 美群妈妈 你怎么会这么讨好小兔子 当然了 小时候我养过两只小白兔 养兔子最重要的是要让它有安全感 而且兔子也最爱吃蔬菜 回去妈妈帮我训练小兔子 动物大会那天我肯定得第一名 大家好 今天的动物大会 希望大家都喜欢帅哥哥家的可爱小动物 喜欢喜欢 小帅 我喜欢这个小瞎子 今天就直接卖给我吧 小鬼找到新家 当然好了 来人哪 小帅 我是好你家的狗 可爱小人 特别需要 ven口